画面中看到的是位于峰柜里金王殿旁通往码头的道路 从画面中看上去无异于一般道路 行走在这条路上感觉也没什么 不过如果是驾驶汽机车 感觉就会明显感受到这条道路的崎岖 究竟有多崎岖呢 就让记者实际现场进行实测 机车上的手机支架因为道路崎岖不平的影响 摇晃程度相当严重 可以想象一旦下雨路面湿滑 驾驶在这条路上不仅不舒适 更有可能发生危险 而日前议员吕黄春金在县政总质询中提出建议 希望县府能尽快将该处道路进行修复 维护居民用路安全 那条路在东京买入在梅头和在学校 封贵国小那条路在这条路 郭鲍发后港区 整座路是这样扛一扛都扛一扛一扛 一扛一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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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扛一扛一扛 一扛一扛一扛 一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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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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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你最说的 我们要给人家一条很好的路 安全的路 那么那扛一扛不是这样 因为我看到你骑车也很危险 我看到那外路 这载一扛 而在地民众也表示 这条道路是民众通往码头的常用主要道路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针对这条道路进行翻修 以防止意外发生 道路安全是与民众生活最贴近的建设 更是与安全问题息息相关 这些问题还是需要相关单位多加重视 以杜绝不必要的危险因子 记者蔡宏祥吴梦伦报导